這條影片會講到最後兩個很常見的四邊形 就是Trapassian Titan 和Kite 妖形 我們先講一下Trapassian 首先Taiyan 豪華一個Taiyan 就是它有一個Parallel Size 有一對平衡邊 AD Parallel BC 你說兩對是不是 兩對都是Taiyan 因為兩對就是有一對 但如果你去Google一些說法 有些數學家就很嚴謹的 就說一定要Exact 來一對 但我們DSE其實都沒什麼所謂 接著這裡有一個特性 Trapassian 很簡單 接著去到Isocellus Trapassian 就有四個特性 下面這一個 所謂Isocellus Trapassian 當然第一個特性就是AB等於DC 就是這兩條影片會一樣 不平衡那兩條是在講 接著第二個特性 其實真的就是Parallel 我想講這個 有一個Parallel Size 好 第三個 就是原來這兩條對角線 是會一樣的 AC 輪到BD 好 最後第四個特性 就是有些角位是會一樣的 這個角 對你喜歡這個角的 這個跟Parallel的對角有些不同 這個是Ajson Angle一樣 下面兩隻Base Angle 底角都會一樣的 我們會有一些叫Equal Angles 的狀態出現 好 這個就是Isocellus Trapassian 那四個特性 都沒有V層的 至於你說 為何會發生AC等UBD 為何會有Equal Angles 這個呢 看看有沒有機會去拍片 去解釋一下 其實這個是會利用到 Cronron Triangle 這個就是去加一條線 形成一些Parallelogram 去證明 好 接著呢 就去講 Part C和Part D 如何證明它是一個Trapassian 因為有些時候可能 頭頭會問你 咦 Is A B C D Trapassian 這個時候呢 你會問你 Is A B C D Trapassian 你就知道了 所謂A B C D 就一定是這樣 順著時針這樣去的 或者是時針 那如何證明Trapassian 就是我們用回Trapassian 的解釋 有平衡邊 即是你要證明AB Parallel D C 或者AD Parallel D C 你只要證明到 隨便一樣 就可以足以說它是Trapassian 好 這個就是 如何證明它呢 你要證明這個 Parallel 好 最後是Area 大家都知道 這個就 異熟倫長 就是 上底 下底 加下底 加下底 成高 除2 好 最後就是Kites Kites Kites 其實所謂Kites 就是 有兩種 的Adjacent Size 所以我寫第一個特性 就是AB等於AD and BC等於DC 好 第二個特性是什麼呢 就是Kites 其實Kites 是由兩個Condent Triangle 所組成的 而這兩個Condent Triangle 是沿著這個AC 做一個對稱的 所以第二個特性 就是有一個Pair的Condent Triangle ABC Condent to ADC 那 理由是什麼呢 就是SS 那 原於這個Condent Triangle 的底下 我們就會有 這兩隻Angle 是一樣的 我們會 推論到 原來 ABC 是等於ADC 另外 另外 再 再顯示一些Angle 這兩隻都是一樣的 下面這兩隻 當然都是一樣的 那都是源於 這個 這個 的Condent Triangle 那這裡我 都寫了 BAC 等於Angle DAC 然後 就是Angle AC B 等於Angle ACD 好 三層的Angle 所以 AC就是Angle by Setter of Angle BAD and Angle BCD 好 第三 就是如果我加多條對角線 給它 那它跟Mombus 是會有同樣的特性 就是它是一個Wise Angle 就是AC 是Perpendicular to BD 那你有玩過風箏 其實都應該會略懂一二的 好 最後就是 原來 這個 這個E位 其實是一個Mid Point 來的 那就是 4 EB 是會等於ED 的 好 這個是Kaiz的四個特性 那至於你說 這兩個如何證明呢 那你可以考慮 去Quang Triangle 去Proof 去Proof 那 這裏 都不多說了 有機會可能 下一條片 去解釋一下 遲些 然後呢 去到 Part B 如何Proof 它一個Kaiz 那Proof 一個Kaiz 其實就是 Proof Adjacent Size Eco 做兩次 做兩次 那就是你要Proof 什麼 你要Proof 是 AB 等於AD N BC 等於DC 好 你Proof 這兩樣東西 它就是一個Kaiz的Shape 然後 最後一個 Area 那Area 方面呢 其實跟Mumas一樣 長 大一近路 成短大一近路 就是P Q 除二 就是我解釋這條叫P 這條叫Q 對啦 這樣就會一樣的 那你說為什麼呢 那其實呢 證明方法跟Mumas一樣 你當這個Q over 2 這個是Q over 2 對啦 因為它們E是B point 那這條是P 那你 斷開做Triangle ABC 和Triangle ADC 兩個Triangle 加上那個Area 就會 經過一些計算 就會是PQ over 2 是PQ